無數,香港特別限制區已經進入緊急狀態之中 香港人民所受到的暴力對待 已經遠超文明社會可接受的範圍 自6月起,警方濫獄武力鎮壓 一度情緒失控 以維持社會秩序致命乘機發洩 甚至蓄意謀殺示威者 前線警員使用各種武力的時候 都嚴重違反安全守則 以及國際人權標準 警方亦一再縱容 黑社會無差別襲擊普通事物 令合法向民眾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恐怖襲擊 警察合作,目無法紀 加上政府全面配合 不斷無刻顯著抗爭者 派警察假扮示威者先鋒點火 讓這建制猴市散播假新聞 鼓勵仇恨 以同合理化香港市民被暴力對待的事實 警方接二連三作出無理拘捕 濫用私刑我答被捕人士 隨便以暴動罪檢控示威者 以阻嚇市民參與抗爭 令法式恐怖襲擊全國 引人示威 一個政權逃避解決自身問題 反而去殘害看出問題的人 我們不可以阻視不理 更加不可以在意代弊 我們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更必須要重組警隊 恨請各位促請你的政府及國際組織 向香港政府施壓 阻止不移政權阻害 我們是一半延外香港的市民 我們創新政治問題 政治戒權 五大訴求決略不可